大家好,我是阿胖 这是我花了29元钱 在市场买的一条四斤大的草鱼 先把它处理一下 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一刀 挑出鱼心线 看到这个小白点的位置 就是鱼心线 接下来边拍边拉 这样鱼心线就很快出来了 吃鱼的时候也就不那么腥了 记得反面还有一条 把鱼肚子清理干净 接下来再切成两厘米的厚块 再把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刮干净 这也是鱼肉比较腥的一个原因 冲洗干净放入大碗中 倒入一杯浓茶水 浓茶水也可以有效的去除鱼心味 加入一勺食用盐 抓拌均匀 先放在一边腌制着 准备一点大蒜剁成末 再切点姜末 葱花 切好之后先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一些青红辣椒 像这种线椒比较辣 如果有太小的小朋友吃 就不用加了 把辣椒籽去掉 先切条 然后再切丁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切好之后和辣椒放一起 最后再准备一块豆豉 稍微剁几下 不要剁得太碎 装入盘中备用 砂锅底部切点西红柿铺开 然后加入一把泡的半发的粉丝 鱼肉腌好后用清水再冲洗两遍 洗干净 均匀地码入砂锅里面 油烧热爆香 葱姜蒜末 加入豆豉一块炒香 炒出香味后 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加入洋葱辣椒丁翻炒均匀 接下来加入一大勺蒸鱼尺油 一小勺白糖提鲜 翻炒均匀 最后倒入啤酒大约400毫升 先煮5分钟 煮出豆豉里面的香味 最后倒入鱼肉上面 盖上盖子 煮上10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前加点葱花香菜 这样做的鱼肉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一点都不油腻 记得要搭配着豆豉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做法也不是太难 很简单的 下面的粉丝也是非常的入味 简直是下饭神器 太好吃了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哦 谢谢您的观看